Equipartition of energy 我们之前讲的说一个理想气体 它的平均能量就是它的动能 平均动能 因为它们之间我们当作它没有potential energy 的存在 那么这个能量只跟温度有关 跟绝对温度有关 所以我们已经导出来Equipartition of energy Equipartition of energy Equipartition of energy 或者是Equipartition of energy 可是我们真的用在实际上的气体的时候 发现这个结果有出入 这个结果有出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就深入地来探讨 其实我们所导出来的这个式子 就是内能如果有N个气体分子的话 是N乘算Equipartition of energy 二分之三NKD 二分之三NRT 这个实际上它仅仅适用于单原子气体的分子 单原子气体 因为单原子气体呢 它只有移动动能 无所谓的转动与震动动能 因为这个理想气体啊 我们说过它是只有位置 而没有体积 所以你只知道它在哪里 你不知道它体积有多大 既然看不到它有多大 那么就看不到它会转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没有转动动能 它根本也不可能有什么震动动能 那于是呢 我们就完全由它的移动动能 我们导出了这个式子 那我们的单原子气体啊 跟理想气体呢 只是类似 并不是完全相等 我们理想气体它还是有体积 有体积很小就是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分子 是有两个以上的原子 组成的气体分子 两个原子在一起 就好像一副亚铃一样 所以它除了移动之外呢 它两个分子会绕着直行在转动 所以它也有转动动能 所以它这个时候 它不只有移动动能 还有转动动能 如果温度够高的话呢 它还有震动动能 震动的动能 那么这个气体分子啊 我们不可能只看到一个气体分子 或者是几个气体分子 都是一大堆 N的数量非常庞大 因此呢 它的平均值啊 我们还是有前面这种统计力学的方法来导 它的平均能量还是跟这个温度有关 那么 因为由于这些动能呢 它彼此互相独立 就好像我们移动动能 X方向 Y方向 Z方向 都是独立的 就是跟别的方向没有关系 因此我们就 认为它 机会均等 它的机会完全相等 那于是呢 我们说这个能量啊 应该在各个空间 就是说我们把 比如说迪卡尔坐标 我们把它分成三维 对不对 每一维空间呢 它都是平均分配的 那么 如果你还有转动移动 那又要增加它的这个空间 那就不是三维 五维 等等我们会讲到 那么 这种能量机会 因为机会均等 而分配相等的能量呢 我们称它叫做能量均分原理 那么每一种吸收能量的形态 比如说它气体 离强气体 它牺牲了热能 它就产生动能 对不对 移动动能 那如果温度够高的话呢 两个原子所构成的这个绳子啊 它会有转动动能 逐温 转动 那再高一点温度 它又有震动的动能 那么 这些 移动有三个自由度 那转动呢 两个原子的话 它转动只有两个自由度 等等我们会谈到 那震动的话也是有两个自由度 就是说它的震动方式 有两个这个这样震动 另外一个震动 那么因此每一种的这种震动 我们称它有一种自由度 the free of freedom 那现在我们看 由于理想气体分支 仅仅只有移动动能 所以每一个理想气体分支 它的平均动能是这么大 那么V的平方 因为它数量很多 所以呢它可以分成三个 V可以分成三个分量 VX VY VZ 那这三个方向的速度的平方 就是这个动能 我们说它的机会均等 就是三个 数字应该都一样 数量够大的 所以等是在右端最右端这边 每一种移动动能的形态 这个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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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每一个移动动能的形态 所以这个分子 它有三个相等的移动的自由度 X方向的速度分量 X方向的速度分量 Y方向的速度分量 跟Z方向速度分量 所构成的动能 如果这个系统有N个摩尔的理想气体 或者是N个理想气体分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总能量就是N倍的NK EK 那就给二分之三NRT小NRT 或者是二分之三大的NKT NKT 这个关系都要记住了 内能是N倍的EK 那么它平均的话 所以平均每一个摩尔的理想气体 每一个自由度的内能 是二分之一个NRT 这是N个摩尔 N个摩尔 如果N等于1的话就是一个摩尔 一个摩尔 那它这个 因为理想气体有三个自由度 大家平均 所以每一个自由度是二分之一NRT 或者平均每一个理想气体 每一个自由度的动能是二分之三KT 这是每一个 每一个理想气体 这个是每一个摩尔的理想气体 你把这个弄清楚 好 现在我们来谈 就因为这样子 它们结构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 它跟理想气体 会有一些差距 比如说N个摩尔的单元子系统 N个摩尔 那么单元子系统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类似于理想气体 类似 N个摩尔 N个摩尔 就是二分之三NRT 我们不故意把它写成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自由度有这样子 所以呢 每一个摩尔 每一个摩尔 的自由度是二分之一RT N个摩尔 N个摩尔 就是N乘二分之一RT 那么 整体来说呢 它有二分之三个NRT 好 那么它的克分子比列 CV 我们定义是这样子 这个定义都要记住 D1要记住 DU over DT 被N出 这个要记住 这个时候是V要等于Constant Volume等于Constant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DU over DT 这个被T 对T来做微分就是二分之三NR 然后被N除呢 就是二分之三NR 所以说 单原子 它的克分子比列 是等于这个 二分之三NR 好 那么 等 等压比列呢 等压克分子比列呢 因为 我们说等压比列 是等于CV加上R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三 再加一个R 就是二分之五R 好 然后我们再看它伽玛值 伽玛在定义 就是CP over CV CP是二分之五R CP是二分之三R 一除的话 就变成三分之五 1.67 好 这些值啊 是对 是大因原子气体可以有的 所以以后你们做题目的时候啊 你要注意看 它这个引擎里面的Working Substance 工作物质 是气体 是什么气体 单原子气体 还是双原子气体 要注意哈 单原子气体就用这一套 OK 有CP就用这个 有CP就用这个 Gamma就用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双原子气体 双原子气体呢 它就像这个 氢呢 氮呢 氧呢 都是两个原子构成的 它的形状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 好像一个亚铃一样 这边一个原子 这边一个原子 当作一个结合器 好像亚铃一样的 我们就发现双原子气体啊 它的比热啊 它的比热 跟温度啊 有关 在75度K 在这个 这个以下 这时候 CV是个二分之三R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移动 就移动的这个 情况 这个 这个值呢 跟单原子气体啊 一样 可是温度一旦升到250K 到750K 之间 到这个 到这个 就说它升到这里 就这里 250K 到这个 750K 到这个之间 这个之间 它的CV值变了 变成二分之五R 温度升到 5000K以上的时候呢 CV变成二分之七R 这数字不一样的 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 温度不同 它为什么会不同呢 好 那么说75度以下 这个时候 它就移动 两个分子 两个原子构成的分子 一起移动 移动就 移动情况 还是有三度空间呢 就跟我们单原子气体一样 可是 到250K 到750K 之间 因为 这个气体 彼此之间的碰撞 它的能量 会 传递 就是说 这个时候它能量 够高的话 一碰撞 那么 有一部分能量呢 就被这个分子 移动的分子 吸收了 吸收以后 它就变成转动 就好像 物理本来是 在那里移动的 两个亚铃 移动的 一动转 它开始转了 就有转动动能 转动动能呢 像亚铃一样的 亚铃一样的 那么它只有 本来我们任何物体移动有三度空间了 但是亚铃呢 它的转动光量 只有跟它的两个分子之间的连线 它的轴跟连线垂直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转动光量最大 那么 如果它的转轴跟 它两个分子 原子之间的连线 一样的平行的话呢 这个时候转动光量 跟其他的两个转动光量比 就差了很多 所以它就多了两度空间 也就是它的能量呢 又要分出来 分另外两个自由度 如果高过这个5000K以上 它碰撞的更厉害 那于是就有一部分能量呢 在碰撞的时候 这个分子吸收了以后 就变成两个 比如说两个氧 一碰撞 正当 就好像我们讲的以前的两个 两个物体 用瘫痪连起来 对执行正当一样 这个时候它也有两个空间 那就是它的自由度 又多两个 OK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再看 比如说氢分子 它是H2 低温的时候只有移动动能 这个动能有三个自由度 就是1mvx平方 一个是2mvy平方 一个是2mvz平方 可是温度升高以后 它会转动嘛 转动 假如我们把这个连线 当作是Z方向的话 那么跟这个连线 垂直的 互相 垂直的另外两个轴 就是X轴跟Y轴 所以它就有 这两个方向的转动 惯量呢 比Z轴 让Z轴转动的转动惯量要大 所以那一个Z轴 让Z轴转动的转动惯量 所以形成了转动动 我们就忽略不及 只有这两个 所以又多了两个自由度 如果温度只有这么高 我们不讲它到5000K以上 这个时候呢 有五个自由度 五个自由度的话 一个有Nmol的双原子系统 动能就是五倍的 N乘上二分级RT 就是二分之五NRT 这个时候它的克分子比率 CV等于N分之一 DU over DT 你把这个为分 就变成二分之五NR N跟N约断是二分之五R 你看 这不一样呢 刚刚单原子气体是二分之三R 对不对 双原子气体就是二分之五R 以后你们做题要看清楚 那到底是什么气体 要用到CV的时候 你要用对了 那么CP呢 它是等于CV加R 这个再加R就是二分之七R 那么Gamma值呢 是CP被CV来除 这一除就是五分之七 1.4 如果温度再增加 它就多了什么 对直心震荡的动能 两个好像我们以前讲的二物体的震荡 多了 多两个自由度 它就七个自由度 七个自由度 那么它的CV呢 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这个为分二分之七NR 被N来除 就是二分之七R 那CP呢 是CV加R 就是二分之九R 那么Gamma是CP over CV 就是七分之九 1.29 OK 如果是多原子气体 三个原子以上所构成的分子 那是我们称它叫做多原子气体 多原子气体 多原子气体呢 它除了移动有三个自由度之外 那么温度不高的话呢 它有转动 这个时候的转动啊 就有三个自由度 因为刚刚讲的两个原子构成的分子啊 它有一个方向的转动 很小嘛 跟其他两个方向比很小 所以忽略不计 三个的话就没有一个可以忽略 它就有三个自由度 六个字一共呢 六个字一共 我们不考虑它的震荡 这个时候啊 就当然考虑它的震动 多了一个六 多了一个自由度 六个 这个时候U就是等于这个 六个N二分之RD 等于三个NRD 那么CP就是等于N分之一 DU over DT等于三倍的R CP是等于这个加R就是四倍的R Gamma就是CP over CP等于1.29 所以以后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要注意你这个系统里面的 Working substance 通常都是指气体 它会告诉你 是单原子气体 还是双原子气体 温度 是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就是你要考虑 考虑它的转动 或者甚至于考虑到它的震动 这个时候它的自由度都不一样 OK 底下我们就看 气体分子速率的分布 那每一个气体分子啊 它的模样都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都当做是一模一样 单单看这个气体分子 你分不出来谁是谁 可是它在运动的时候啊 彼此的碰撞 有关系 碰撞不跟每次都一样啊 所以它们的速度呢会不一样 速度会不一样 有的速度大 有的速度小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一个曲线 看到这一个曲线 比如说这个 这个氮分子 那么 它在温度 T等于300度K的时候 它N跟V的关系 这个就是说它有多少个分子 多少个分子 那这个速度是介于什么什么之间 比如说这个400 mese per second这个时候 数量最多 200的时候呢 数量比较少 越来越少 这边也是越来越少 这个是900K的时候 它的速度分布是这个 是蛋分子 函数曲线 我们讲听蛋分子 它有十个五次方个 十万个 这是各种气体 这是蛋 各种气体又不一样啊 其分子的速度有些特有的分布情形 但是都是跟什么有关的 跟温度有关 好 这个关系首先就由这个 Kirk Maxwell 他首先提出来 我们不管他怎么搞出来 他用这个统计力学 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讲到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结果拿来用 那分配分子速率分配的定律 他研究出来 他认为如果一个系统含有n个气体分子 分子的速率分布 可以用以下的式子来表示 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这是V 就是说这个nV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的速度 介于V跟V加dV之间 这个分子有n个 ok n个 那么 他就是用这个 4πn m2π 等等 他说是这个 我们不管他怎么出来的 就是 N V NV就是 我们应该说是速度为V的分子有多少个 那n乘dV 那就是 速率介于 V 我这里漏打了 介于V跟V加dV间的分子数 数量 T是绝对温度 K是Boltzmann constant n n 是分子的质量 好 那么 根据他这个 这是他导出来的 速度为V的时候 n有这么多个 跟当时的温度 跟分子的数量 跟分子的质量 有关 那么 气体的总分子呢 总分子数呢 就是等于NVDV 刚刚讲过NVDV就是 就是 介于V加dV之间 有多少个分子 那现在这个积分 那个速度 从零到无穷大之间 零 到无穷大之间 总共有多少个 那就是分子的总数量 好 气体分子的平均数率 平均数率呢 因为它总数量是N个 总数量是N个 总数量是N个 好 那么这个 我们看 速度是V的时候 你NVDV是 它的速度介于V加dV之间的数 就是个数 那 存在一个V 那就是数量VV的这个 气体的个数 积分 积出来就是 我们带到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积分我们先不要管它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公式 利用这个公式 你看这个X就是V三十方 这个 这个是X平方 等等 我们利用这个公式 可以导出来说 这个积分等于这个东西 8KT over Pi M 那么我们把可以计算的数字 算出来是1.6乘上KT over M 好 气体分子的方均跟数率 Root means square speed 就是说 它速度是V 那我们是用V平方 速度的平方 这么大速度的平方 有几个BN来除 得出来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边的平 开根号 那就变成V RNS Root means square value OK 好 就是这个 它在这里积分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这个七分式 OK 好 这只是告诉我们 因为它这个理论 可以算出这些分子的速率等等 准现几率最大的速率 最大的速率 那就是NV NV就是速度VB的这个分子数有多少 它跟速度是有 它是速度的函数 DN over DV 就是这个曲线的斜率 这个斜率等于0的地方 就表示这个地方 N是最大 这种数 就是说 这0到无穷大之间的速度里面 这么大的速率 等于0的时候就是 你可以算出来 V是多大 就是那个速率是最大 OK 好 那么我们就算这个 V N就是most probable speed 从这个算出来以后 V的值就是这个 OK 1.4亿个 气体在300K的时候 分子的平均动能是多少 现在我们利用前面的这些 来算 1K是这个 每一个的动能 每一个分子的动能 2分之3KT 好 那么我们就2分之3 乘上K Olteman constant T 300K 好 它的JR是这个 能量就是这么大 那么在300K的时候 一个moral分子的 总领量动能是多少 就是它 什么速度都算 这动能都算 那它就是N A 2分之3 可以 因为每一个moral 有这么多个分子 Gatherer number 好 那么也就是等于 2分之3个 每一个moral 这本来有个n 对 n等于1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去 带进去 我们得出来呢 是900个卡罗里 等等 好 300度K的时候 一个氢分子的均分 跟速率是多少呢 我们说它的氢原子的质量是这个 两倍的 这是它的质量数 它会告诉你 质量数是这个 H2就是两倍的这个 它是公斤 这个是公斤来表示的 所以V Root mean square 就带到 刚刚找出来的公式 我们可以得出来是 等于1934个meter per second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数字 这是3kt over小m 这是三倍的Rt over大m 算出来是一样的 还有 300K的时候 拱针细分子的均方根 这写错 方均根 方均根 方均好 就是用方均根速率 若干 拱针器的质量是等 201倍乘上这个质量数 所以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数 可以算出来 这个是 假设一个系统有9个指点 它数据分别是 分别是每一个 有一个是每秒5个meter 有一个是每秒8个meter 8个meter 有一个是每秒20 就是12个 有12个 有12个都有3个分子 14个meter per second 有2个 其他都是1个 我们就它的平均数率 平均数率就是这些加起来 被总共9个来组嘛 第二个 军方均值 那么就是把这个数率多平方加起来以后 被9来组 等于这个值 然后这个再开平方 就是这个值 然后most probable 最 就出现几率最大的 那就是12 就告诉你它组 它就出现三次 就是这样子 OK 我们来看 一个分子跟其他的分子 做连续碰撞 我们看前面 再看前面一下 那么很多分子在一起 那么分子会有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呢 移动的时候会跟其他的分子产生碰撞 那么碰撞的时候 它的路径长度不一样长 不一样长 那么如果我们把气体当作是一个球状的 指定是低的话 那么它最起码的这个碰撞的条件就是 像这个样子 这个边缘要跟这个边缘啊 一定要接触到 那也就是说 当这两个分子 球状的分子 它的球心 距离是在低的范围里面 小于低的话 那么都会产生碰撞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 碰撞的情况 好 现在我们看 如果它在其他分子做碰撞过程中 我们现在把这个分子 当作直径是2D的一个球体 像这个球体 那么其他的分子就当作是直点 直点 如果这个直点是在这个边缘的话呢 那就算是碰撞 如果这个边缘没有接触到 就不算碰撞 也就是说 这个直点啊 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那么都会被这个分子撞到 OK 好 那么 现在我们 就看这个分子 如果它的速度是V 速度是V 移动的速度是V T时间内 少过一个圆柱体积 这个 少过一个圆柱体积 这个圆柱体积啊 它的接面呢 就是以这个 这半就是D 就是2D了 这么大 这么大 然后乘上它的长度 这个是它的 面积 面积就是πD平方 πD平方 乘上这个VT 就是它的体积 这个体积 这个体积 所以V C 是等于 AC 甚至 LC LC就是VT 等于这个 如果体积内 含有的分子数 那就看 那就看 原来这个 现在是说 这个体积里面 含有的分子数 那就看它原来这个 体积里面呢 分子的密度 比如说原来的体积 如果是V的话 它含有N个分子 那么它单位体积 就有这么多个分子 那现在的体积是VC 好 那么乘上这个 那就是等于 在VC里面 所含有的分子数 那我们把VC用这个带 好 那么当这个分子 就是这个分子 在行进LC的距离里面 行进正常的距离里面 它就跟体积内N个 其他的分子碰撞了 因为这些分子 都在它的半径 在它的直径范围里头 所以它一路找回去 一定跟这些碰撞 那么它的平均路径呢 我们就可以说 它总长是这么多长 它现在总共啊 碰撞了这么多次 总共碰撞了这么多次 那么每一次的距离是多少 那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LC 就用VT来带 那么这就是它的 平均自由路径 好 那现在我们 由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 PV等于NKT NKT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画成V over K V over N 这个拿过来 这个除过来 KT over P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到平均自由路径里面去 带到这个里头来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N over V 用KTP来带 于是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 这个还没有盖 V over 这是新约调 东西新约调 那么 N呢 把这个带进来 等于KT over Pi D平方 乘上P OK 这个式子的推导 是假设 圆柱体内其他分子 都是禁止 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个圆柱体 它里头一点一点 是代表分子 它是禁止不动的 那么是 它的 好像它的 接面积在那里移动 就是那个分子在移动 碰撞 如果这里头的分子 也会任意移动的话呢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要校正一下 那就是 就是 在这个地方 承占一个根号二 这个我们不管怎么来的 现在我们 还没有 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 就是我们 在土地力学方面 我们还没有学到 只先知道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一般的 平均支援路径的长度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例题 一个蛋分子 就是蛋分子在二十度的时候 以及一个大气压力之下 它的平均路径 其碰撞频率是多少 要求这个 好 已经知道蛋分子的直径 就是D 是等于二乘 十的 负十次方的 meter 自由路径 我们就带到这里来 K Boltzman constant 这个 T 二十度 就是二百七十三加二十 更好二 Pi 然后第一蛋就是这个 pressure 是一个ATM 就是1.013乘十的 五次方克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你把这个数字算出来 就是2.25 乘十的负七次方meter 它的平均只有路径 这么小 OK 好 蛋分子的质量 是等于每一个摩尔 是十四 乘十的 负二十三个 公斤 它的均方根数 我们就它的均方根数 你可以把它带到 我们三次导出来的 这个式子里面 OK 那么这个 可以把它 这个式子 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那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这个 那气底分子 我们用8.314 气底分子有三个字 这个要记住 T 算出来就是每秒五百十一公尺 那么它的碰撞频率呢 碰撞频率就等于它的速度 因为平均自由路径是这个 平均自由路径 那么它碰撞几次 成长碰撞几次就等于这个 平均 一秒钟增长几次 那就是它 那就是它 一秒钟可以 走这么多 它的速度是这么大 对不对 好 这个 除一除就变成 这个字 好 这是我们讲到 影响器梯 好 这一章我们就介绍到这里